早餐要吃飯 我們要做的是西滷肉 你拿話叫做Ceroa Ceroa Baa 不是Baa 哇 那是什麼東西 就是很傳統的 鴨蘭菜 對 蛋油炒 炒出來真香 應該很好吃 但是我錯了 怎麼說 是太好吃了 對吧 這道菜越覺得越好吃 早餐就是Ceroa 有沒有早餐這樣吃很過癮 好吃 今天的主題是早餐要吃飯 現在因為這個飲食習慣的西化 所以很多時候大家開始早餐吃很多的麵包 吃麵包 對 那早期在台灣的早餐有很多種類 好比說這個在上海說的四大金剛 肉米飯糰 燒餅油條 對不對 蛋餅這些東西 那但是其實在最早台灣還是農業社會的時候 早餐一定是吃白飯 吃白飯 對 有時候可能會吃粥 但是其實白飯居多 甚至你如果有機會去一趟台北 台北有一些比較舊的街道 它還是沿襲著以前吃飯的習慣 就好比舉例子好了 台灣是很多夜市 是 其實台灣以前是沒有夜市 那都是早餐 都是早餐 因為大家可能要去辦過 去買菜 所以那時候開始會比這個市場有一些早餐 那在早餐的時候就有很多的早餐 所以說我們今天早餐要吃飯 我們要做的是西滷肉 西滷肉 對 滷肉飯是挺有 台灣挺有名 它其實閩南話叫做西蘿蔔 西蘿蔔 對 西是哪個西 西方的西 滷肉的 西方的滷肉飯 對 西邊的滷肉飯 西邊的滷肉飯 它其實就是在宜蘭 大家叫它西滷肉 西滷肉 好 那現在它其實跟我以前做的有點類似 怎麼說 我以前有做一個那個白菜滷 對 那當我去宜蘭出外景的時候 我常常接觸到他們的西滷肉 我嚇了一跳 因為跟我們家喜歡吃的白菜滷 非常像 太像了 對 裡面稍微有一些不一樣 但嚴格說起來 你要說一樣它也是一模一樣 但是做法不一樣 不一樣的看起來好像 那個法菜 法菜滷 那個沒有 對 我們家的這個白菜滷 會放那個豬皮 豬的鋒培 鋒培就是那個炸過的豬皮 對 這是我們家的習慣 但是在宜蘭沒有這個 對 因為宜蘭這個地方 它是屬於濕氣比較重的 所以當濕氣比較重 到冬天的時候它就會特別冷 所以需要吃一點什麼去濕的 不是 冷的時候一樣是一碗湯 有勾芡跟沒有勾芡 它的保溫效果就不一樣 當然是有勾芡的比較暖 對 所以說宜蘭 他們吃很多的食物都有勾芡 那瑟羅巴就是裡面 它其中一項 對 它是有勾芡 但我很喜歡吃 我第一次 我之前我去的宜蘭很多時 宜蘭很多的名菜像蒲肉啦 蒲肉 對 或是這個雞捲啦 對 或是高渣啦 但是我不知道它有西蘭肉 最後一次我去到宜蘭去出外景的時候 我才發現原來有這麼好吃的 吃完肉就久久不能忘懷 我跟你說 這個下去跟白飯 稀哩呼吃三碗都沒問題 真的 要不是現在年紀大部分 吃太多了 我可以一直吃下去 好 這個就放這邊 好 來點姜 剛剛有提到 因為希望它可以去韓西 這道菜啊 它就是一月久就越好吃 那我當初去的時候 那個是一個 在一個市場裡面 那它有一個攤子 這個攤子的那個老闆很可愛 怎麼說 大概只長五個一兩歲吧 但它全身啊 都是互吸互碗 互軸的 哇 對 因為它煮那個西蘭肉 西蘭肉啊 哇 那個鍋子啊 這馬 像那個鏟子一樣 對 那真的身強力壯 它們家真的非常有 那我當初看的時候 我想說應該很好吃 但是我錯了 怎麼說 是太好吃了 對嗎 愛死它了 好 那接下來 天白花菇 如果你去一個地方去觀光 對 它的名勝古蹟非常有名 但東西很難吃 你也會去 我會去啊 因為我可以自己帶吃的過去啊 買不到了 就自己放包裡啊 我們不也做了很多野餐料理嗎 很多天耶 你怎麼帶 那就把師傅帶過去 去台槓是不是 把師傅帶過去 對 它在台槓覺得很有趣的意思嗎 飲食還是很重要 好 紅蘿蔔也放進來 現在就是一個一個 先把料備好 備好之後 我們就開始一個一個 把這個所有的食物 把它堆疊進去 它就會變得非常好吃 這也是我們在做飯的時候 最有趣的地方 好 蝦米也進來了 那接下來呢 接下來 切白菜 現在有些人啊 他想自己做菜 但是呢 他比較懶得自己切 所以就會去超市買菜的時候 順便買 人家已經切好了的 但是我覺得最好是不要的 比如說你去這個傳統市場 那有些菜買回來 有點泥巴在上面 對不對 你就把它洗一洗 我跟你說完全不要 你就是把東西 比如說用包子把它包起來 因為有水害 水害就會讓菜容易壞 好 接下來 筍 我喜歡滷汁裡有筍 真的 嗯 好 直接去放這邊 橄欖油 然後接下來我們打蛋 這就是在做 我不想做到蛋薯了 又花太多的油 那我先把它稍微炒一炒 对 因为这个蛋把它炒香了之后 待会儿拿来熬汤 非常好 它多一个蛋香味 然后这个油也很棒 就是蛋油 对 差不多了 这样就可以 你又把它压变 很香耶 对啊 所以这个是不是很棒的这个 这就是蛋油 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们把虾米放进来 然后花菇放进来 红萝卜 猪肉放进来 蛋油 也不用太多 因为我们猪肉里面本身也有油脂 炒一会儿它就会自己也会释放出来很多 很香耶 很香 蛋油炒 炒出来真香 在宜兰会把这个拿去拌拌吃吗还是 当然 拌拌 拌拌神器 然后将蒜末放进来 笋 香 葱也进来 它等于是葱 姜 蒜 再加上香米 再加上花菇 的香气要先把它煸出来 煸出来用这些很棒的高汤 再来把白菜把它滷熟 西卤肉也是一样棒的 这是很传统的 很近道的米兰菜 好 这边喂你 现在人这个生活节奏比较快了 早餐要起来做这个 还确实有点麻烦 不会 所以可以把它当成是中餐或者晚餐 不会 正常上班族 真的不会早上起来做这个 不会 不会 就是前天晚上做的 前天晚上做的 对啊 这越滷越好吃 为什么早上才起来做 你也太懒了吧 对啊 所以它可以事先做好了 早上就事先做好 而且这越滷越好吃啊 对啊 你一说越滷越好吃 那我就放心了 越滷越好吃 我们把这个香菇 烤汤放进来 天白花菇水 还有我们的虾米水 那这边有水呢 你把它盖起来 不先加水吗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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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由这个蒸汽 让这个白菜慢慢 很香耶 然后白菜还会再释放水出来 最后再来补 飘出来了 最后再来补它的水 好 然后你又开始闪神了 不听我讲话 开始再注意它了 我知道它很香 好不好 稍微等一下 等它水分出来的时候 我们再来补水 好 你看现在旁边有点水 嗯 对不对 那这个差不多白菜的水 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 对 好 加点酱油 酱油不要多 它只是提点味道而已 好 加热水 嗯 嗯 要多少水呢 差不多刚好淹过就可以了 嗯 好 反正它也越滷越好吃 对 然后来 这边的蛋 蛋酥 放进来 因为毕竟在做农作的时候 嗯 是重度劳动 所以它需要油脂 会稍微多一点 嗯 香啊这个 好 这个时候呢 就把它煮到它再软一点 好 然后看起来 那白菜已经有点快化不化的时候 就可以做下一个动作 嗯 大概是五分钟左右 稍等一下 好 好 有没有 现在 水分都出来了 这个时候 来 法菜放进来 剪刀 对 对 有点像粉丝 气氛 我喜欢 有点像 strików 这个可以作陌生 沙饶 可列 啪 不是 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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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р�爸 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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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现在了 你看 用地炖 肉肉 我覺得他們聽不懂 真的 軟滑了 白菜 早餐還是希望有一點水分 對 白胡椒 然後這邊我們把鹽巴放進來 好 現在都拌勻了 我們把鹽巴放進去 好營養喔 滿缸 然後芝麻油 好 可以 我們的鹽巴就完成了 好香喔 早餐這樣吃不覺得過癮嗎 過癮 而且是熱騰騰的 對 對 早餐就是鹽巴 好好吃 好吃 它是很清滑的那種芡汁 哇 好好吃 好吃 它是很清滑的那種芡汁 嗯 滑滑的時候那種感覺 滑滑的樣子 嗯 你看喔 裡面我們有蝦米 有豬肉 蛋酥 有花菇 有蛋酥 有薑 有蔥 有蒜 有法菜 有筍 有白菜 你有這麼多品嘗的東西 集合成一碗的大層 你早上吃進去 你告訴我營養會不夠 豪華早餐 對不對 所以這個反而是早期 台灣在農耕社會的時候 大家常常會吃的 到了現在 可能宜蘭還有啦 但很多地方 你要找一碗好吃的鹽巴 還是很不好找 當然可以自己在家做 這個啊 營養成分非常夠 你如果說今天這樣對不對 你可能 它其實有點像什麼 這樣當然是一個鹽巴 但你如果說今天的飯 泥盤飯上去把它淋上就是會飯 對不對 OK 大家都可以試試看喔 好 冬季養生 黑色的食材 我們今天要做的是 黑米紫薯甜湯 過程當中 你會吃到一些糖的這個焦香味 為什麼要放粉呢 因為我要做湯圓 因為像棉花糖的那個大小 丁丁糖 和那個質感 為什麼經常會想到說 要吃黑色的東西來調養身體 希望可以用黑色來補氣嘛 冬季養生就靠這種 手工紫薯湯圓的 柔柔的那種口感 很柔滑 紫薯本身也挺甜的 好吃 好吃 冬孤窯柱腸 我試過了 它非常好吃 它裡面可以感受到這個窯柱 跟冬孤的甜味 首先要讓它先出味 接下來我們淋一點醬油進來 鹽巴 冬孤窯柱腸很好用 加了辣腸它就是不一樣 我跟妳說它非常好吃 它不但可以吃到所謂的山產 也可以吃到海產 海味 越咬越香 越吃越香 冬季養生黑色的食材 我們今天要做的是黑米紫薯甜湯 過程當中 我們會吃到一些糖的這個焦香味 為什麼要放粉呢 因為我要做湯圓 因為像棉花糖的那個大小 丁丁糖 和那個質感 為什麼經常會想到說 要吃黑色的東西來調養身體呢 希望可以用黑色來補氣嘛 冬季養生就靠這個用 手工紫薯湯圓的 柔柔的那種口感 很柔滑 紫薯本身也挺甜的 好吃 好吃喔 冬季養生黑色的食材 今天聊的是紫薯 紫黑也算是 所以我們今天有三黑 紅糖 紅糖在這邊 我們今天要做的是黑米紫薯甜湯 好 糖的話它有充滿著很多的礦物質 其實應該說糖 除了麥芽糖之外 其他的糖就是從甘蔗來 以前的糖啊 只要有種糖的地方 它就會經濟非常的發達 為什麼呀 因為糖以前是非常貴的 看到糖 糖有什麼 有分黑糖 紅糖 黃糖跟白糖 那以裡面的營養成分來說 尤其又以黑糖跟紅糖是比較好 因為白糖是精煉過的 對 那我們這個紅糖是我們自己商場在賣 那你知道要做這個多複雜嗎 不知道 手工的 我所知道是手工的 我曾經去做過 甘蔗有分兩種甘蔗 一種是黑甘蔗 一種是白甘蔗 那我們這個是 基本上來做成糖的都是白甘蔗比較多 白甘蔗的質地是偏比較硬 但它甜度比較夠 接下來怎麼 要壓甘蔗質 那怎麼壓 它就有個機器 你就看到甘蔗渣就開始往下掉 甘蔗這邊就一直滴 對不對 好不容易你要拿一個甘蔗起來的時候 你喝到第一口你會覺得 哇 天啊怎麼這麼好喝 就是人家說的甘蔗如頤 對 真的很甜 但它怎麼樣 它開始把這個甘蔗 倒在一個很大很大的鍋子裡面 嗯 開始煮 一直煮 煮到什麼程度呢 收汁 它水分被煮掉的時候是糖分就流下來 對 煮到見底了 它就開始結心開始炒 炒糖 就會變成黑糖或者是紅糖 哇 所以它的工序是非常繁雜的 很複雜的 才能夠變成這樣 我們現在等於是在炒製這個糖的時候 等於是再把它炒回它原來的樣子 嗯 那它變成紅糖漿 對 那在過程當中 你會吃到一些糖的這個焦香味 嗯 炒一會兒之後再加水 這樣才有焦糖味啊 嗯 要香 然後這時候就讓它融 嗯 好 那我們現在就用紫薯 是蒸過的紫薯 對 蒸過的 蒸熟的 這個現在我放進去的是糯米粉 粉 為什麼要放粉呢 因為我們把它做成那樣 像粉圓這樣 湯圓 粉圓 對 因為我要做湯圓 然後我們加一點點的熱水進去 好 為什麼要加熱水 受熱糯米粉就會凝固 糯米粉 少量多次的加 嗯 要它把這些粉都已經 團團的收在一起 對 就是你要的 嗯 還要再加點水嗎 嗯 嗯 糯米粉 可以再多一點 香耶 那個紫薯的香味 嗯 嗯 我們這個紫薯丸子裡不加什麼糖啊 或是鹽啊 不加不加 不調味嗎 不加不加 只是讓它有點像是 因為你紫薯本身就有甜味了 哦 對 而且這種天然的甜 你不去運用它 是其他的替代不了的 對 而且我們本來就有我們的古法紅糖了 對啊 一會兒也會變成它的湯汁 對嗎 嗯 接下來呢就是搓丸子 嗯 為什麼到冬天的時候大家都會 經常會想要說要吃黑色的東西來 調養身體呢 希望可以用黑色來補氣嘛 嗯 把它滾長一點 然後呢 接下來我要把它揉一揉之後 我要把它定型之後再來切它 好 現在從中間切開 再切一根 這邊就來揉了 把它揉長條 所以你要做得像 看起來有點像 有點像棉花糖的那個大小 丁丁糖 和那個質感 你看 香耶 這也是純手工 搓制的小原子 好 這些呢我們把它放進來 不用去滾它 稍微小火 待會慢慢就冒起來 好 這邊我們就把米飯給放進來 紫米 我們放了紫米飯 要煮到什麼程度呢 它已經好了 我們是熟的 那你現在是在讓它 我現在在調味道啊 它的甜度不要太甜膩啊 嗯 你現在看起來它還蠻稀的 不太成粥的樣子 呃 它不會到那麼的粥狀 嗯 這道菜比較像一個甜品嘛 嗯 甜湯 對 好 那現在這個 這已經在裡面對不對 它就被關掉了 然後把它倒進來 熬一下 那個紅糖的味道 也比較容易滾到紫米當中去 稍微熬一下 嗯 煮拋了 它浮起來就表示它好了嗎 呃 差不多 我們自己做的小湯圓 嗯 這是椰奶 椰奶 一大杯的椰奶 嗯 嗯 那再把黑芝麻放進來 好 我們今天 做了這個黑米紫薯甜湯就好了 冬季養生就靠這一碗 嗯 香 嗯 很好吃的耶 而且不膩口喝起來 我們的最主要是因為是紅糖 嗯 然後紫薯的部分呢 跟糯米粉 我沒有放很多的糯米粉 如果說你現在要吃起來 有點像精細的 嗯 你那種人可能要放很多 它這個挺輕挺綿的 對 因為這個是最主要 我還是希望可以吃到這個紫薯的味道 嗯 有些人可能吃到糯米或糯米粉 我想每個人都很喜歡 嗯 花一點時間稍微揉一下 那個時候你吃到嘴巴 你會很有成就感 對 好 吃吃看 可以嗎 酷 那